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今天就是中秋節 首先祝各位益友中秋節快樂人月兩團圓 話說美軍在今個月會舉行為期四個星期的MQ-9死神無人機軍事演習 這次的軍演引來大陸方面的高度關注和警戒 究竟為什麼呢 在講下去之前就要呼籲各位益友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次的軍演主要是有兩個亮點 第一這次就是美國空軍首次在太平洋上開展了MQ-9死神無人機的戰術訓練活動 這個MQ-9死神無人機有什麼駕駛堂呢 他最厲害之處就是在於機底可以配備有四枚的所謂忍者導彈 這個忍者導彈的開發原意就是用來殲滅恐怖分子 這個忍者導彈就不會爆炸的 當他精準地擊中了目標以後 就會伸出有多塊刀片出來 被擊中的目標下場大家可想而知 最新的兩次的例子 發生在今年 在今年1月的時候 伊朗的第二把交椅蘇來曼尼 據報就是被忍者導彈擊中了 當場就是喪命的 至於在9月中的時候 敘利亞武裝部隊的頭目 土恩希同樣地也是被忍者導彈擊中了 已經去找閻羅王報道了 忍者導彈不同於其他導彈之處 就是在於他只會對被擊中的對象產生損害 對於其他周邊的平民百姓或者建築物 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是可以絲毫無損的 所以這隻MQ-9可以說是機如其名 真是十足死神一樣 至於第二個亮點又是什麼呢 就是負責MQ-9死神無人機的相關空軍人員 秘章上面有一個中國地圖的展影 而在這個地圖展影上面 又有一個死神無人機的展影覆蓋著 究竟裡面是隱含著什麼的意味 大家都心知肚明 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威脅 所以大陸的官媒也非常迅速地 寫了一篇社評來回應 這些不知道是不是大陸整天所說的震懾作用 到底這個環球時報是說什麼呢 他們的標題就說 美軍膽敢用無人機攻擊藍沙島礁的話 就必遭解放軍的猛烈反擊 大陸方面就對美軍發出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 他們就說必須要對於美方給予嚴厲的警告 動用MQ-9無人機攻擊中國藍沙島礁 或者其他中國目標 就是戰爭行為 解放軍一定會奮起反擊 讓美軍付出沉重的代價 此外他們也提到了 說中國將會毫不留情地擊落來犯的美軍戰機 無論他們是無人機還是有人駕駛也好 如果這些飛機是對於中國的島礁造成實際損失 中方就將會打擊那些飛機起飛的平台和基地 這裡所說的平台很明顯就是指著航空母艦 第二個信息就是什麼呢 環池的社評還說 藍沙島礁目前就只有少量防禦性的武器 如果他們遭到攻擊的話 那些島礁從此就需要變成有充分戰鬥力的軍事基地 以對抗他們遭到的嚴重威脅 就是說若然被美軍攻擊 大陸方面就會增兵南海進行防禦的工作 但是這個舉動也有個前設 就是當這些南海島招被美軍攻擊的時候 就不會炸到陸巡 這篇文章最後一句就說得語氣非常之沉重 但是我看來就沒有什麼說服力了 他怎麼說呢 就是為1950年的中國百費代興 都有勇氣和美軍肉血一戰 其實就是說1950年至1953年度過鴨六江的那一次 所謂抗美援朝戰爭 他就說今天我們面對著極端的挑釁和攻擊 就更加不會猶豫 我也不會質疑大陸面對著美軍的挑釁是會反擊 只不過用這個作為例子就完全是很難說服得到人 那時候百費代興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也會說 中國人民一窮二白一張白紙 所謂膽正命便宜 那時候當然沒有所謂 但是現在經歷了30年的改革開放之後 沿海地區就富起來了 當然內陸地區還是這樣的模樣 差很遠 距離 但是很多人都已經叫做新嬌肉貴了 經貴了很多 金波羅一樣 還要一孩政策 所以找1950年的中國和現在去比較 簡直不能夠同日而語 這篇文章還有一點其實我覺得挺值得討論的 他們寫道 人們都在談論所謂的十月驚奇 猜測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通過製造一場軍事危機 來提振他的選情 但是用無人機攻擊中國目標 就等同於拿真的戰爭當舞台劇上演 是摧毀和平的戰爭犯罪 特朗普政府優賞中國 是會配合他 克制地讓這一場衝突 正好打到他需要的規模 轉化成為他們所需要的選票 那這個究竟南海的危機 會不會真是十月驚奇的主賽呢 本來其實我都不太相信 南海會擦槍走火也好 或者是發生軍事衝突 因為之前有很多關於南海的消息 都是流於傳聞或者是道聽途說 但是現在為MQ9這個無人機演習就不同了 已經是有了真實的證據了 在個秘章上面有中國的展影 這個就是很強烈的信息了 所以現在我的研判就是 南海會出現衝突的機會真的不低 然後再說一篇奇聞共賞 同樣也是出自《環球時報》的 這篇文章引述了一名匿名人士 叫做A先生所說 跟《環球時報》記者談起了 他和他兒子的兩段服役經歷 這個A先生是台灣人 A先生說自己曾經釘捉兒子 如果兩岸開拖 他的長官要求他衝鋒的話 叫他一槍堆壞了長官 然後就投降 因為沒有必要為了一場不正義 和必輸的戰爭而倒閉 這場戰爭很快就會打完 究竟這個A先生是一個真實的人物 還是虛構的人物 那些對白也是虛構的 這樣就真的很難說 但是事實上 台灣擁抱著這種想法的人 都大有人在 其中一個表表者 正正就是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 他的金句是什麼 就是首戰即中戰 即是台灣不夠打 這篇文章其實裡面所說的 無非就是說 台軍也是缺乏訓練 士氣又低下 而且還被美軍強迫他們 買一些過時的武器 但是來說 台灣的主流民意 其實就是很抗拒大陸 這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就算你寫這些文章 代表什麼呢 究竟是寫給誰看的呢 是不是 況且來說 大陸始終有一件事 不能夠確定的 就是若然 台海兩岸真的開拖的時候 究竟美國的角色會是怎樣呢 他是會就手旁觀 還是會參與支援呢 若然他是參與支援的時候 他是以一種什麼的方式 什麼的姿態來支援呢 這就是大陸最大的不確定性 如果他確定不了美國一定會就手旁觀 如果他站在那裡看的時候 根本上要動其實都相當困難的 因為大陸就很難預計 究竟美軍會做什麼的 而且就是 在這個總統大選之前 若然是輕舉妄動的時候 就等同於是給特朗普上的 斷鼓就不會這麼愚蠢 所以如果你說 在南海和台灣兩個地方裡面 哪一個地方較為容易擦槍走火 或者是發生衝突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南海的機會大一點 因為南海就是由美軍做主導 大陸就是防守 相反地在台灣就是台灣做防守 大陸做主導 所以我就傾向覺得 台灣的危機沒那麼大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中秋節快樂 拜拜